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22年12月14日发布估算称 中国的民意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会超过美国 去年该中心预测认为中美GDP在2033年逆转 但由于防控疫情的余波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强化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行 从长期来看 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也将成为绊脚石 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几个关键因素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按购买力评价PPP计算 其GDP早已超过美国 据世界银行统计 2020年中国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为25.36万亿美元 而美国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为21.44万亿美元 从以当前市场价格衡量的名义GDP来看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020年名义GDP为21.44万亿美元 中国2020年名义GDP为14.14万亿美元 中国可以做几件事来继续发展经济 专注于创新和技术 中国近年来在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这可能有助于该国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和产业 促进贸易和投资 中国一直在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这有助于它进入新市场和扩大经济 营造有利于商业的环境 为企业经营创造有利的环境 可以鼓励创业和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解决基础设施需求 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 例如交通和通信网络 可以使企业运营 以及货物和服务的运输更加容易 促进教育和培训 投资于教育和培训 可以帮助中国培养一支技能精良的劳动力队伍 以满足现代知识型经济的需求 管理经济和金融风险 中国政府还需要管理经济和金融风险 例如通货膨胀和债务 以保持稳定并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很难准确预测未来中国经济会发生什么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 中国也可能面临阻碍经济发展的挑战 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潜在风险包括 人口挑战 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 这可能导致劳动力增长 放缓和社会福利体系压力增加 环境退化 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环境挑战 包括空气和水污染 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可能会影响其经济增长 竞争加剧 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 可能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经济和金融风险 中国政府还需要管理经济和金融风险 例如通货膨胀和债务 以保持稳定并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政治和社会稳定 政治和社会稳定 也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动荡或不稳定 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并阻碍对中国的投资 总体来说 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加油 愿意请早日结束 平安健康 感谢您的关注和订阅 再次准备